第九百七十七集 我不去 纯粹是找死 我可不想没事去送命 小子 你可别后悔啊 北帝说懂了一些太古王族 他们也许可出入紫山 到时候 说不定连吴氏大帝的尸体都能给扛出来 你还有什么消息吗 消息太多了 这一个月来东方很不平静 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段胖子拍了拍他的肩头 跟道爷我一起去吧 以你的元术再加上我的神术 何则两立天下无敌 不去 我不想说死 你要知道 那几件王者神兵可是无价的 没人能买得起 你一下子都给我洗劫走了 你说这笔账怎么算 给我去帮忙 抵账 去死吧你 你抢我通领武器时怎么不说 那几件兵器呢 都让我寄兵魂用了 便于吞噬吞天魔馆 你就别指望了 那咱们就两清了 你就这么淡然 连东方的那只狗都疯狂了 你都不心动 去你大爷的 怎么比喻呢 说一说发生了什么 东方那只狗太邪门了 坑死了几个大能 差点将王腾都给废了 就是跟你一路货色 那只讨人闲的狗 你不想去看看他吗 各大势力退走了 见到了叶凡杜劫时的神勇 许多人都心情沉重 身体已经成长到这一步 还能扼杀掉吗 此时 段德与叶凡还在喋喋不休 两人互相不让步 坐在一座秀丽的山峰上 吹胡子瞪眼 段胖子你别逼我啊 把我惹急了 到了北域是我的天下 直接动用元术 将你去填太出骨矿 你以为我下大的呀 倒也我不爽的话 现在就用吞天魔管镇压你 扔你进神墟内的南天门中去 勇士别想出来 段德死活咬定 叶凡欠他一百座原天神阵 且要求现在就帮忙克八座 不然的话 立刻陪他挤一件的王者神兵 段德 你偷入我积足陵园 拔开远古无敌 神亡古墓 这笔账怎么算 姬家一位大能降临 黑着脸 别找我妈妈 骑士府内不让动武 且我在那个墓穴里 连根毛都没有发现 平白沾了一身晦气 被你们追杀了几十万里 段德是振振有词 这是对我积足的侮辱 你走不出骑士府了 敢出现 立刻收你 这位大能恫吓 段德 吴中天大吓 从天降落而下 旁边跟着李黑水他们 你谁啊 道爷我不认识你 段德心虚 你瓦了我家祖坟 这笔账没完 吴中天神色不好看 当初他爷爷无道追杀段德 也不知道多少万里 硬是让他跑了 有话好说 别乱吼 段德抬起屁股想跑 段道长 那盏天妖灯呢 摇月空飞了过来 神色很不善 东荒天妖宫的古灵园 也被人绝过 那盏神灯是我捡的 再说了 都让三个王八高子 给洗蟹走了 你找他们去算账啊 段德想开溜 发现找上门的人越来越多 耍的一声 一道人影凭空幻化而出 一个英伟的男子挡住了他的去路 正是中黄像雨飞 神色平静 没有任何情绪波动 长生索 该还我了 远处众人晕彩 段德真是什么人都敢到啊 刚一露面 一群苦主找上门了 连中黄都包括在内 你那是医官种 这身早就在九千年前被人扛走了 我确实捡到一把锁 但是也被洗劫掉了 别抄我要啊 段道长 你在妖地英粉九进九出 都盗走了什么 见到至宝荒塔了吗 一个完美无暇的女子出现 严如玉找上门来了 少给我扣帽子了 别说荒塔 连阴坟的地下主门 我都没进去 跟我一个通子关系都没有啊 段德真快急了 他见到叶凡 因一时气愤而跳了出来 没有想到 这么短的时间内跳出来 这样一大群寨主 心中发虚 段道长 你在东荒道人陵墓也就算了 还来我中州私虐 九神兵 沉葬地下一万五千年了 都被你绝出来了 中州年轻一代 强大的羽化王 徐子轩出现 那个羽化王 跟你没关系啊 你们没有什么血缘 别什么烂章都算在我头上 那十八颗珍珠 应该跟我们有关系吧 另一边 中州一名年轻的王者走来 神色很不善 短得头皮发麻 觉得跳出来的可真不是时候啊 被一群苦主给堵住了 无话可说 也烦黑黑直晓 段哥 你这缺德事干的也太多了 有一件吞天魔罐还不知足 四处盗鼓灵 真是太不地道了啊 想掌控地兵 需要兵魂 多少件兵器对我来说都不够用 段德 你太坏了 请我鸡足灵园 还想找虚空大地的古墓 鸡子月控诉 旁边 神王体 鸡好月 神色不善 眼神很灵力 死死地盯着他 妈 妈的 我说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找我麻烦 原来是一枚那两个王八蛋 段德一眼盯住远处两人 一个是庞博 一个是野蛮人东方野 正在卖力的拉人宣传盗墓贼的事迹 你们两个 一个洗劫过我 另一个现在用我的九神病呢 还不给我死过来 段胖子借此大叫 而后冲了过去 一溜烟就没影了 逃之夭夭 庞博与野蛮人相识一笑 这确实是他们想出来的办法 为叶凡解决麻烦 不然段胖子还真不好打发 有种你就在骑士府待一辈子 敢离开的话 我剥了你的皮 姬家一位大能说道 转身离去 叶凡在骑士府又待了半个月 进入他们的古籍库 仔细翻找 但是根本没有找到荒谷前 九位大成圣体的点滴 我被忽悠了 他想找到副府主林道臣 问个仔细 结果却被告知闭关了 可能又躲在哪个鸡脚嘎啦里了 说不准又会数十年都一动不动 在那上古年间 真的来过几位圣体 不过都早已沿着星空古路走了 通向哪里啊 叶凡追问 结果自不会有答案 这属于骑士府最高机密 数日后 叶凡离去 与众人挥手 放心 捧快就能相见 我去解决一些问题 马上回来 姬子月叮宁 小叶子 你要保重啊 叶子 等我吃完那块棺材板 进入仙台秘境 立刻去找你 磅礴很坚定 一群人无言 而今 东皇将有大战 居士府可能会派我们去那里历练也说不定 或许 我们可以并肩作战 东方也说道 李黑水等人难以释怀 见到那只死狗 赶紧让他把头飞找回来 都丢了好几年了 他们同时告诉叶凡 多半会参与到东方的大战中去 即便真的要历练 你们也不要妄动 这次可能会涉及到太古王族 圣主去了都白搭 再说 我离开并不是去东方 叶凡告诫 终于 传颂阵启动 叶凡将自原地消失 要横渡虚空而去 小子 你想明白了吗 是否要去东方 我在古皇山等你啊 一起大战东方 会一会太古的王 取出无始终来 段德在远处喊道 不过 叶凡却听不到了 他的身影虚大了下去 就此不见 一群人喊打着 偷坟掘墓的 你还敢出来 段德没什么脾气 快速让自己消失了 不敢多停留 不过在临去前却喊道 去东方打太古王的有没有啊 把武士大帝坟墓的有没有啊 抓不死神皇药的有没有啊 祖团了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